好,接著到下一套,當然我們經常說,所謂進入異世界,還要用遊戲設定的作品,已經多如天上的繁星 隨便數一套都會有 不用搜你去網絡連續小說日本那裏,十本有十二本都是 這是一些少年的憧憬 那他跟魔法戰爭四天王那些又有些分別 魔法戰爭四天王 反映作者群,日本人對三十幾乎不悔,我覺得是二次懸言 接著我們要說的那一套,就是為美好世界,天上祝福 這套作品,簡單來說就是主角在現實世界的人生中,是一個重度的遊戲 他自己不承認 他自己不承認,不要緊,他自己是職業的 專業地說,他是一個普通遊戲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梁地觀 故事裏面就說他為了出街買一款限量版的遊戲 然後在歸家途中的時候,就因為這個 拯救一個即將被車車死的少女而挺身而出 然後他起身了自己的生命 這些簡直是男主角的格 肯定是一流八書那樣,而得到待遇 而的確他得到待遇 但他的死法就告訴你 其實是因為他的幻覺的問題 因為他太久沒有出街了 還有他這個嚴重虛斷的關係 然後就以為駕車會撞死他 然後就嚇死了自己 嚇死了自己 嚇死了自己 就是史上最不幸的死法 最慘的死法 來流審判 你可以說在一個審判的空間的時候 你究竟想重新 上天堂 還是讓你做一個選擇 然後呢,女神 不是,他也說的 難了兩條路 要麼你重新去天堂 不過我推薦你去異世界 去異世界 你去異世界 很強調他去異世界 然後跳過另外兩個選項 我告訴你 其實純粹就是 找一個方式 將他帶去異世界裏面 原因就是 異世界裏面 那個異世界 被魔王 已經是生靈吐炭 沒有什麼人想去 那個世界裏轉身 然後其實呢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原來轉身的地方 是有得選擇的 有的,你玩遊戲的設定 他視乎你的背景設定 你經常玩遊戲 不如用遊戲的形式 幫你重生 是這樣的意思 那經理就說 因為那個世界 已經沒有什麼人想 再去那個世界重新 因為就是 魔王軍 剛才我們所說的 魔王軍已經是叫做 征服了那個世界 所謂叫做女神坊 就讓這個世界 可以多些人去 有些新血 擊敗了魔王軍 賣QB 去吧 你去這個世界 你不要去天堂 不要轉世界 轉來這個世界 我給你很多條件 你過來這裡 推銷你 你只要進入這個世界 我就會給你 八加十的木劍 是否那種感覺 阿亞其實給了一個 只要你肯在這個世界轉身 我就會給你帶一件東西 過去這個世界裡 從新開始 其實呢 他那個開來 從新開始 我以為是重新出生 還是什麼 其實他純粹是 把他的靈魂 原原本那樣 帶回去 去這個世界 其實那個概念 我覺得 是很怪的 你帶一項技能 過去 我家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 你天界 是不是真的沒有人 當然不知道 他這裡沒有說過 不是他沒有說 沒有介紹 沒有介紹天堂 如果你天堂 有兩項技能 不是他有說天堂 但是他極度不強一點 好不推薦你去天堂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QB 而你說 OK 然後就是因為 這位女神 就是本身的態度 是不是這麼好 然後最終 捉路了這個男主角 然後就是因為 這個規則上的漏洞 令到就是 任何東西都可以 好 我就帶你過去 小心說話 其實很重要 不是 實際上告訴你 可以帶女兒過去 這些事情 這個新的世界 簡單來說 純粹是一個 很遊戲邏輯的一個世界 你可以說是 那麼他裡面 就是說 無論職業 啊 學習技能的方式 全部都是很什麼呢 很遊戲化 好像說 你要學習者的技能 對嗎 Yes Yes No 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對 對 它是遊戲宅 我們問街坊 NPC 城市資訊 又可以櫃桌申請做冒險者 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對不對 根據你的經歷 我覺得這個世界最適合你 沒有其他世界最適合你 我覺得推進去這個世界 是很正常 而故事裡面 也叫做 純粹是勇者候補 其實等於什麼呢 可能勇者候補 我們想起另一套就是什麼呢 想起智慧 我們是第幾號 後補勇者 其實說真的一句 對這些MMORPG來說 對誰來到這個世界 都說你是勇者 都是這樣說的 難道我說 你是魔王 那他真的 要是做這一位 可不可以轉過的人過去 他不是第一個 一開始 然後就評定這個能力的時候 男主角就是所有能力 都是非常之一般 唯獨幸運值 點到滿了 點到非常之高 而很顯然一件事就是 這些就是勇者的材料 我從來都 大家如果有聽過 我們過往說什麼叫勇者 勇者並不是需要 他實力很高強 他是需要他有一幫 很堅強實力的同伴 還有就是 他可以執美 而能夠執美到 成就執美到這個關鍵位 是什麼 運氣 所以很明顯和真 就是一個天生的勇者 你這樣想 你升級 你什麼遊戲的升級 能力值會升 但全部值是不會受影響 所以全部值是天生定了就定了 就是天生 你才是一個勇者 無論如何收藏你 你都會是閃閃發光的 故事裏面也都是說 很片面 雖然我們剛才說到 好像很有特色 但其實這套東西是非常片面的 任何一些能力的東西 其實是拿一張卡紙 純粹就是撞太難 拿著一張撞太難的紙 就說 我要什麼能力 我點什麼能力 甚至我覺得這件裝備 都可以這樣召喚出來 我覺得是高會卡片 不是卡紙 有用的 不過算了 其實今季裏面有另一套 雖然沒有很講明它是遊戲 但很有比較的就是 灰與幻上的格林無嘉義 當然那套東西 他走的是說另一套 說這個異世界的殘破 但這套東西是說什麼呢 這套東西是說這個異世界 多麼隨便 不是隨便 他的故事風格是搞笑 這套東西的風格就黑咬到 風格就搞笑 你不能以為故事說一樣 走向不動 應該這樣說 他們同樣都說了 開頭都涉及了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如何出發 沒有錢 錢很重要 你拿女神一網就拿錢給你 對不對 NPC你開頭的遊戲是0G 買女神去吧 不是帶女神來嗎 有些想法 天才 你不說不知道 故事裡面 其實純粹在這三集裡面 都是打打鬧鬧 以及收集一些奇形怪獎的同伴 很重要的 你找同伴 找partner 做對打 不是 通常這些同伴 專注在某一個方向的時候 這些同伴才是最厲害的 平均型其實是沒有用的 大家打開機都知道 平均型是沒有用的 尤其是打MMORPG 跟你說的是什麼 突化 沒錯 突化 你要一個騎士 一看他的能力指標 五五六六四四三三 你會要嗎 不會 然後一看他 有個體力直9 血量是9 其他很低 其他力 沒有問題 OK 我請你 你就是一個騎士的人才 沒錯 就是這樣 等同於他勇者就是一個勇者的人才 你不需要看的 LUK 爆了 還不是勇者 一樣 勇者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運氣才是最重要的 對 騎士也有最重要的就是血 和反力 發力最重要的是什麼 爆發力 對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勇者 選擇適合的人才是很重要的 你選擇一個勇材 有什麼用 這個就是 把所有 叫做 我們ROP 個人認為有用的角色 都放進去 精召入隊 但是全部都是沒有用的 全部都 突化得太厲害了 太突化 惠惠這個魔法師 他是有一個超強的魔法 超強的魔法 爆破魔法 攻擊力 但是只能夠用一次 一天一次 CD時間24小時 只是點了智力 沒有點NP 還有大招流 這些完全不是持續流的 爆發師 這類法師 有一種遊戲可以生存的 凡事你都可以秒殺的 不是的 拉車的 拉到射車的時候 一刺個魔法炸下去 升升level 要把前面的隊友幫你拉著 打你 這個M屬性的騎士 騎士M屬性 你知不知道很重要 我告訴你 他是故事打 人家是 他很強勁的時候被人打 那一刻 我寧願要這樣的騎士 好過我要說 我不想被人打的騎士 但是在現今的online game的設定裡面 這樣是不足夠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今打online game裡面 坦的第一件事就是 拉仇恨直 而一個 打不中人的攻擊 拉仇恨直 我告訴你 現在這個世代 拉仇恨直 不只是打中敵人 你要求敵人 打我 打我 那個都是一個拉仇恨直 不是主動去刑激 都是一個拉仇恨直的手段 另外一個 美日隊的 就是和珍的 學習 盜察技能 的師傅 和珍這些 就是會選擇 從來 我們玩ROPG裡面 就是知道什麼 勇者是什麼 他不是有一個賊嗎 開箱 根據這個 咕嚕咕嚕魔法陣的設定 勇者 不是一個職業 差的才是一個職業 勇者是一個稱號 真正的職業 強盜或者賊 這個很重要 你沒試過搜尋這個民居 發現這個補箱 你有沒有問過人拿到補箱 沒有 我也沒有問過人 這樣說 這套東西其實是什麼 純粹叫做 ROPG鏟 拿來玩的 甚至是諷刺 我覺得是 諷刺又未到 不要說到他那麼高級 他是搞笑 幽默 但未到諷刺 未到諷刺的程度 他就是拿一些 很片面的一些 東西 拿來說 就算你 你會知道這套東西 你完全不能期待 任何戰鬥 任何的動作 任何的劇情 為什麼 首先動作 發動盜察技能 發動偷善 是說什麼 我要偷你的東西 你先出來 你和我站在那裡 你小心點 你 竟然是被動 還有你看到 克里斯 最初叫和珍去試偷東西的時候 他是用了 最典型RPG 防止偷竊的其中一種策略 堆積化 去降低 關鍵物件被偷到的機率 再加上他本身的運氣已經點滿 對面應該不會偷到什麼好東西 大家動賊這樣雙燒了幸運席 應該他不會偷到什麼好東西 這裏也都是 這個故事 就是這些 這些所謂的技能 或者叫做戰鬥位 或者動作位 你只看到這一幕 你就知道 你是完全不需要期待 不需要期待什麼 對 你知道要期待是什麼 他究竟搞了什麼 笑出來 這套東西 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個標題和動畫有什麼關係 不是他美好的祝福 意思是大家笑一笑 過一個日神就算了 我猜是這樣 他為這個世界 如果這樣的話 他這個世界是獨者的世界 他這個世界被魔王入侵 他只要消激到魔王之後 他就有美好的祝福 美好的祝福 主要說女神 超無敵燃會技能 燃會技能 都是技能 陪客很重要 社交鏡頭很重要 所謂點技能 其實叫做什麼 叫做你要有少少的RPG 或者玩遊戲的一些概念 有些你才會覺得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不是說好笑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僅此而言 裡面所有的設定 這套東西 大家是不需要去深究 也不要去深究 因為深究你就會輸了 就是不用腦去看這套東西 看看笑不笑得出 就算了 笑點很低 我主要說 看了三集裡面 笑點真的很低 但我覺得很少 可能跟人家 很低 我是笑不出 我說你做什麼 當然 另外不得不提的 就是因為動畫版裡面 他就用了很多 所謂Mon Hunt的一些畫面 去表達就是無論任務 過場的事情 好不好就見仁見智 一月就不是這樣的 不過動畫家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喜歡 可能會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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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事 這套東西其實僅此疑 放心 我是不會對這套東西 有任何的期望 不期待 有時候可能對他們的評價 有正面影響 你不就當是 像那些治癒班 那樣看吧 笑得開心 很難治癒 當你看到就是 一隻青蛙 吃了女神 有多治癒 吃了女神 然後說 靈塔塔不錯 不錯 其實你看到這套一件事 其實和珍的實力很厲害 那兩個女神 為何會沒事 就是因為那隻青蛙被人打敗了 所以和珍其實是有一定實力的 這套東西 介紹這套 真的看看 他結束的時候 他有沒有一些驚喜的笑點 可以拿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相信是維持一個評價 他覆蓋是這樣的 如果你覺得 第一集不要看 不要笑的 應該是這樣的 其實第二集 他決定點 你只能看到第二集的足球 第二集如果你覺得不好笑的話 你不需要期待第三集 因為第一集純粹是介紹 而且重點其實 他應該是吸引人的東西 通常都是放在前面的 給他聽 吸引一班觀眾 才繼續讓你看下去 是啊 如果前面你都笑不出的時候 你基本上都不用看下去了 是啊 你也知道 那些噓會有多貧乏的 這套我們介紹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